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两国海洋安全合作,经历了复杂的演变过程,七八下受到两国政局、两国利益、国际格局等因素变化的影响。 美太海洋合作早期以贸易为主,冷战开始后,美太地结同盟,两国海洋合作便为以安全为主。 一直到21世纪初,双方海洋安全合作关系时好时坏。 美国奥巴马政府2009年1月开始执政后的八年里,美太海洋合作升温,内容比较丰富,涉及海洋的诸多联合军演,是两国开展海洋安全合作的主渠道。 不过,在此时期,美太海洋安全合作,再次受到泰国军事政变,泰国独立外交政策等因素影响。 2017年1月,美国特朗普总统执政后,米太同盟关系,及两国海洋安全合作有所恢复。 未来,两国对彼此的安全需求仍较大,海洋安全合作总体将向前发展,但亦有制约因素。 美太海洋安全合作,对中国的安全威胁并不直接和紧迫,但对一带一路建设,仍有一定安全压力。 关键自美国,泰国,海洋安全合作作者简介迪坤,北京大学,宋清润,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。 本文原载于,太平洋学报2019年第一期,点击阅读原文GIIS-GIS-2009。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